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 来专访这个杰尼时尚美学的 这个两位美容师 那第一位呢是彩云 哈喽大家好 那第二位呢是我们的陈霞 大家好 那一开始呢 这个两位过去呢 也曾经上过我们的节目 那聊他们的一些 过年的一个习俗 那彩云呢 她是中国辽宁嫁过来的媳妇 那阿霞呢 是这个中国山东嫁过来的 那过去呢 曾经在我们这个过年 特别节目有特别 聊到他们过年的一些习俗 那这一次呢 我们再次邀请她来上节目呢 就要聊一些比较特别 就是他们的本业 因为他们来到台湾之后呢 当然就有面临到这个工作的问题 那透过政府对这个新著名的一些照顾呢 有开一些相关的培训课程 那他们当初呢 两个都是选这个美容班 然后两个就是在美容班认识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跟他们聊聊 他们现在创业 然后开了一个是街灵思上美学 邀请他们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些美容相关的一个尝试 那一开始呢 两位是不是在跟我们聊一下说当初为什么会选这个美容的培训课程 因为那时候在家里带小孩带了也蛮久的了 所以就是想要出来自己创业试试看 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一技之长 所以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 我就想了很久 觉得我好像还蛮适合做美容的 那就找地方去学习好了 所以我就开始找学习的学校 然后就从网络上看到这个中华造型艺术培训中心 那我就去那边受训 然后这个是政府开设的 然后对新住民有很多的照顾 这个还蛮感谢政府的 所以他是免费参加的吗 对 基本上是免费的 是后来我们有考试 就是考丙级 再后来考乙级 这些就是自费的 然后后来呢 就是在美容班认识的这个彩云对不对 是 那彩云也跟我们聊一下 你当初为什么会选这个美容班来受训 我当初选择美容班 是因为说就是跟城下一样 那在家带小孩带久了 然后小孩去幼稚园之后 就觉得没事情做 那要学什么 那刚好那个时候 就在我们有很多新住民的群组里面 看到有姐妹说去上政府的课程 还刚好有美容 那女生嘛 就比较想说爱美 然后以前我不太会化妆 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 其实刚开始没有想那么多 说要学遗迹之场什么的 只是想说 去学学美容的课程 可以让自己变美美的也比较好 就这样 然后就去找这方面的课程 然后就在政府的网站上面 刚好看到 有离我家比较近 然后比较方便照顾小孩 时间上也比较适合我 然后就找到了中华艺术造型协会 然后就在那边开始学习美容 那学完之后觉得还蛮有兴趣的 就越学越深 就编辑以及一系列 跟美有关的都想要去学习 同样的班就是很多的新住民 那你们后来为什么会两个会特别感情特别好 然后一起这样子等一起来创业 这个其实因为当时我们班上确实有差不多 应该有30名学生 然后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新住民 然后那因为我们两个 其实我们两个刚开始在班级上的时候 就一般同学关系 并没有那么的好 我们反倒是结讯之后 大家走得越来越近 然后经过慢慢了解 就大家觉得性格脾气都很像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算半个老乡 一个山东一个大连 都是比较北方的 就这样 然后大家经过时间的接触久了 就觉得性格很合 然后蛮有默契的 所以就越走越长久 那一开始呢 经过短期的这个培训之后呢 当然就面令说 结讯之后你们要继续往这一行 还是说就回去或再试别的一个职业 那后来你们是一培讯完之后 每个人都是从事相关的一个行业吗 我是培训完之后就开始去上班 因为我想说以后既然喜欢美容行业 那我以后就往美容行业发展 就一直发展下去 所以我就开始去店家实习工作 因为为以后做铺垫嘛 所以我就边工作的时候 又边去学习 开始考证照 然后因为我跟阿雅比较相像的地方 就是我们两个好学 就是一直不停地学习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一直在学习 每一次考丙级也好 考乙级也好 我们都是一起学 所以我们两个的感情会变得今天这么好 也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好学 最后我们一起考上丙级 一起考上乙级 然后考完之后 我们又开始一起学习其他的东西 像睫毛啊之类的 最后我们才决定说 我们一起开店好了 因为我也有一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加上以前对美容行业的了解 加上以前就是也有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所以就是决定说我们一起开店 好那时候你是先就业嘛 然后那个产云那时候还没就业 我学完结训之后 没有马上投入美容这个行业 但是我有在做跟美有关的 就是卖保养品 那因为时间比较弹性 所以我学完之后就把皮肤学啊之类的 就用皮肤的肤质之类的 运用到卖保养品上 所以说等于是这个训都是从事相关的嘛 是 那最后呢你们刚刚也聊到说 这个有考一些执照 那是不是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后来考了哪些执照 应该不止只有美容的部分对不对 我有考就是美容的丙级 以及美睫的二级 这些都有考 然后陈翔你是有考什么相关的执照 我是先考了美容的丙级正照 之后就去开始考那个乙级 乙级考好之后去参加一些比赛之类的 然后就是吸收一些经验 然后再后来又继续进修继续学习 然后之后想要再考一些其他的征照 所以丙级是你们一般受完薰之后都考得上的 对不对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丙级的一个执照 有认真的话都会考得上 然后比较难的就是乙级 那乙级之后你们后来有 有透过什么样的学习才考上乙级 考一级的时候是真的还蛮难的 就是像我只要是有时间 就会一直不停地画图 然后练习彩妆 然后去图书馆 看有关美容的一些知识 要把那些知识背下来 然后特别是练习纸图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可以一做就是一整天 只要是有休假就会一直练习 那没有休假的话上班就是有一点空档也会去练习 所以乙级真的蛮难考的 但是我们都考下来了 所以也感谢蛮感谢教我们的老师 然后采云你觉得考乙级怎么样 有他讲的这样的困难吗 你自己是怎么考的 因为我考乙级的话 我是有请专门的老师来教 另外在补习啊 我有交还蛮高的学费去跟老师学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也有在中华艺术造型协会担任助教的工作 然后再回去帮忙就好 然后那我在那个同时 其实真的像丞霞讲的压力还真的蛮大的 因为我们要一边工作 然后又要一边学习 就是休息人家去吃饭的时候 我们不能去吃饭 我们要利用这个空档赶快去练护肤 或者是画质图 或者是彩妆 然后要请老师再来帮我们看一下 因为老师也很忙 他没有自己的课程 然后我们还要就是利用空档的时候大家互相 然后下了班之后我们再加强 就这样 然后子徒的话有时候经常会晚上画 那晚上画的话灯光又不好 光线上也会有差 真的付出了很多 不过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因为结果是好的 我们都有考上 后来进入这一行之后 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美容这一行花的钱比你们预期还要多 因为你一开始比如说你刚刚讲你的心 一开始很单纯 就是说不管你要不要从事这一行 至少你也可以练习帮自己化妆 是 然后果然还是要花一些钱对不对 不管是装备或产品 真的 其实我花进去的钱 真的远远比我赚的要多的多 因为美容这一行业 其实没有深入去了解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它很简单 那就一般的嘛 擦擦保养品就好了 然后随便涂涂就好了 其实不是的 它真的还蛮深奥的 你要真的要学到精 学到身 然后学到手 真的 它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那经验也非常重要 要有很多的经验 所以你要不停的练习 其实就是材料要一直不停的消耗 是 材料不停的消耗 而且你要不断的去了解你的这个材料 里面是什么成分 什么样的肤脂适合 什么样的肤脂不能适合 然后那不同的肤脂做上去 如果有出现什么不好的反应的时候 你要知道如何去应对 这些都是 有些不是书本上可以学到的 这个纯粹就是经验 是 好 我们工作那一年已经蛮久的 中间我们陆陆续续都一直在接触美容业 就是自己先慢慢的做一些 自己接一些单 就是简单的做家庭式的 然后这样子做了也蛮久的 对 然后我们到现在创业中间有一段时间 那中间我们是一直不停的在进修 就是在学不同的知识 全部都是跟美容有关的 对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就是 我们两个的个性有一点就是追求完美的个性 就是希望把东西做到最好 那像考乙级就是这样 想要把妆画到更好 想要把纸图画到更好 所以我们的花费也会比别人多很多 像脸上用的一些材料 我们都会选择老师卖的最好的 我们就会选最好的 那公鱼扇其实必先离其器嘛 所以我们的工具也是买的很好的 所以我们两个在乙级这方面花了很多钱 对 因为想说之后做美容业 然后我们这些工具我们之后都还用得到 所以我们买了很好的东西 到之后还是要一直在用 对 像我之后再参加一些什么比赛呀 之前的东西也都还可以用 就是都是买很好的工具 就是想说反正最后还是要用 就一次就把它买到最好 而不是我为了省钱 就先买一些可以用的就好了 对 那你们两个是都刚刚讲的就是追求完美 就是强迫症嘛 两个会彼此互相监督吗 会 其实我没有强迫症 主要是程霞 他强迫症比较严重 可是你对考试也是花了很多心思 是 我是真的就像程霞讲的 我们真的在上面 基本上什么东西都用会比较好的 因为虽然说我们是考试 但是我们自从考乙级的那一天起 我们就打算之后就要走美容的这条路 终身的职业 是 因为乙级 大家一开始的时候 每考之前老师大家都会跟大家说 乙级真的很难 你们要考就要有心理准备 那我们那个时候从下定决心说要考乙级 那我们就想说日后一定就是走美容这条路 所以我们既然说日后要走这条路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会选最好的 而且人家model来给你练习 你要为人家负责任 就是不能用差的材料用在人家身上 这个很重要 人家给你练习的 虽然说我们有付钱给人家 但是也要最基本的我们的良心要有 就跟我们现在开店一样 我们现在所采用的任何的产品 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 就是说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来关顾你的顾客 所以我们所有东西用的都是很好 这一点乘霞上面把关把得非常好 他非常严格的在选这些所有的材料 然后后来就到了这个开店之后 是不是就要先谈一下为什么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说到找店面 我们两个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我们两个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去外面走 我们那个从找店面开始 基本每天都有走一万多步以上 还不包含你坐公车坐捷运 因为我们两个都不会骑机车 没有交通工具 我们就是要么用腿 要么就是坐捷运坐公车这样 那我们之所以会选在永和这个地方 原因就是说我住永和 然后城峡住中和 我们折中的地段 然后那这边城峡过来交通也会比较方便 然后其实在一个找这边跟交通也很重要 还有就是经费 那我们选择在永和这个地方 一个大家交通便利 第二个二楼上来讲 房租会稍微OK一点 好像很多美容店 他们都不太会去租一楼的店面 对不对 因为其实他不太需要一楼的店面 他主要就是要有交通便利 然后适合做保养的一个地方 这样就可以了 对他就是二楼吧 他空间比较大一点 然后他比较安静 因为很适合做美容 再一个他的那个成本可以降低一点 因为房租低一点 成本降低一点 那我们的价目就可以拉的低一些 这样对客人来说也比较好 那我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也比较好找 然后客人想找我们也很比较容易 然后这个房租稍微低一点 我们的价位也低一点 那客人比较容易接受 然后像选产品这边 我们把的是真的蛮严的 我们选的是就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产品 那选之前我要先试用两个礼拜 你用在你自己身上 对因为我本身皮肤很敏感 我对很多产品就是化学性的产品我都不能用 那所以我自己用两个礼拜之后发现 嗯这个产品确实还不错 然后我才会用他的东西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说 比如说呢 有一些人可能都会对保养有一些迷思 就是认为说保养是适合那种爱漂亮的女孩子 或者是说年纪大的她才适合保养 那有些人她觉得她长得天生立直 她就不需要保养 或者是她比较年轻 那这样的观念对吗 这样是不对的 嗯因为天生立直是老天跟父母给你的 那你保养你可以留住 你的天生立直 那你没有保养皮肤就会松弛 就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那你没有去保养它 它就会干 干的话皮肤就会有隐形的伤口 隐形的伤口就会变成皱纹 变成雀 然后有雀斑 然后有粉刺之类的 就是种种的一些肌肤问题都会出现 所以说你保养它 你可以留住现在的美丽 你没有保养它 你就只能就是看着自己变老 看着自己的皮肤变差 所以保养对女人来说真的很重要 好那如果是一般客人 他们来到这里 你们都会先是不是就要先判断 它适合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对不对 因为它进来我会先观察它的皮肤 看它的皮肤是属于哪一种皮肤 然后它的皮肤问题在哪里 我会针对它的皮肤问题来跟它解说 然后建议它用什么产品 对它来说是比较好的 对这个很重要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有看到它有一些比较特别不一样的 连组织我都搞不太清楚 是不是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在这样课程里有一种叫做淋巴引流 滑波课程 这个是什么样的原理 淋巴引流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脸部波筋 就是现在也很流行这个 而且现在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压力都很大 然后特别是睡眠都不好 很多人就是晚睡嘛 所以面部神经 面部的就是会淋巴阻塞 然后我们会利用波筋的方式 让它就是经络疏活 然后可以把不好的排导出去 对因为脸部的穴位很多 我们会根据穴位啊 根据经络啊 去帮它拨筋 因为脸部的那个经络疏通 对皮肤好 对它的本身的就是身体会很好 所以就是等于是脸部按摩的意思吗 它跟脸部按摩还不一样 它是利用一些工具 拨脸上的经络跟穴位 然后拨通之后呢 它拨通之后 对它的脸会变得比较亮 当场就有感觉 而且它会有雕塑的效果 就是脸会 皮肤变得紧实 会有拉体的作用 而且它不容易偏头痛啊 就是说 就是头部的一些问题 都会帮它改善 有的肩颈啊 还有就是 像现在人很累嘛 肩颈很不舒服 那波筋的话 也会帮它疏通头部 疏通肩颈这边 所以是马上用完就有感觉 嗯 会马上有感觉 这个 因为这个是技术 不是它跟产品 那个马上见效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产品 有的就是说 它的广告做的 就是说 啊你用完马上就会变白 那个我们都不敢用那种产品 哦 它可能是有些化学的成分 对 因为马上见效的产品 我也不建议客人使用 因为那个 就是 会含有一些激素之类的东西 那个东西不能用 那我们再来看呢 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 这个 微雕拉提 紧致 那个就是 拉提 皮肤拉提 会变紧致 松弛的皮肤 毛孔粗大啊 或者是 感觉脸上坠肉很多啊 之类的 那我们会帮它做改善 皮肤会变紧实 然后会有一点瘦小脸的 那个效果 所以那个不是因为 年纪到了 自然就会 这个松垮下来 年龄 年龄 皮肤会随着年龄的改变 而改变 可是你如果 常常在做保养的话 你就可以留住现在 对 就是可以延迟这个 松弛的这个时间 对 你就可以留住现在 好 那我们刚刚聊完的是 这个有关脸部的部分 那身体的部分 是不是也有一些保养 有 身体的话 因为现在的人都很累嘛 然后大家也都不运动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 那你不运动 我们来帮你运动 所以就是利用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手法 加上我们用的 就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精油 然后帮客人做舒缓 让它疏通经络 然后帮它排导 就是把不好的东西排导出去 对 这样它会睡眠比较好啊 会感觉压力减轻呀 然后还有一些 我们有一些塑身的东西 塑身的课程 就是现在女人比较在乎身材嘛 所以我们会帮她变美 把身材变美 就是起一些辅助作用吧 对 还有一些美胸的课程 这些就是爱美的女生 都可以过来体验看看 好 那再来呢 就是聊到说 这个有些女孩子 为什么会中睫毛 然后那个睫毛到底是一个 就是一个美观嘛 就是让眼睛变比较立体 其实睫毛现在是 在台湾特别夯 然后那大家夯的同时 做的人也比较多 那外面的技术 形形色色 什么样的都有 做睫毛的效果 其实它就会 因为现在人工作很忙 工作很忙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会 你如果真的没有化妆 精神上看上去会觉得 比较没有精神 然后脸色又不是很好 那睫毛这个东西 你接了之后 它会让你立马 有一种 哪怕你今天早上 没有化妆出门 看上去也很精神 就是把眼睛变比较大的感觉 通过我们的技术 可以说 我们会看客人 他什么样的眼型 然后我们来帮他做搭配 可以让他一个眼睛放大的功能 还有一种就是可以让他眼睛比较有神 可以放大 然后有下垂的 我们可以让他上扬 然后比方说有泡泡眼的 我们可以让他把他的泡泡眼 变成双眼皮 然后我看到外面不是都有卖那种假睫毛 所以他跟这种睫毛又是不一样 对不对 那个就是差距很大 就是用贴的 你如果是每天贴假睫毛 有的人他的皮肤每天你贴他是用胶 那那个胶水会跟你的皮肤直接接触 那胶水会有会让你的皮肤 有的人会过敏 如果说就算是说他不过敏的人 但是你长时间贴的话 会导致你的眼皮下垂 然后还有人长时间贴假睫毛 导致他的那个眼睛的部分会有一些伤口出现 可能伤口或者是可能会过敏对不对 因为每天这样贴 其实就是因为说你每天贴假睫毛 他会让你的眼睛下垂 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 长期贴的话会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不介意 那聊完一些课程之后呢 接下来是不是也教我们一些听众一些基本的保养 假如说他们要在家 然后他们可能要透过一些什么作息的改变 或者是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方式 可以让他自己在家里就做一些保养 这个很重要 对因为我们帮他做 他回家的保养也很重要 就是像我们帮他做 比如说保湿 因为你长期没有保养 你的皮肤大量缺水 那你过来我这边 我会一次把你的皮肤未保 就是把你营养也好 水分也好 就是皮肤所需的各种东西 我一次给你喂饱 然后你回家之后 就要看你的就是保养 然后让他持续 这样子我们才能就是 就是说保证你的皮肤 可以留住现在 不会老得那么快 就是延缓衰老 那你回家之后呢 就是保湿很重要 然后做洗也很重要 你做洗就是尽量早睡 然后不要太晚睡 因为晚睡的话 对皮肤真的很不好 而且也容易长粉刺 对所以就是尽量早睡 然后保水要做好 然后再一个就是 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流程 好 就是你洗完脸之后 清洁一定要清洁干净 然后擦化妆水 化妆水呢 就是用按压的方式擦在脸上 化妆水完之后就是精华液 精华液之后就是再乳 再霜 然后这样子 如果就是晚上的话是这样 白天的话还要再加隔离跟仿晒 对 那再擦的过程呢 就是尽量按照肌肉纹理去擦 就是我平时帮你按摩的那种方法 你可以简单的大概用一下 就是按照肌肉的纹理尽量提拉 这样子皮肤才不会下垂 好 那刚刚我们有好几次都聊到这个皮肤会缺水的问题 所以这个缺水是不是等于喝水是同一件事情吗 喝水也很重要 女人一定要多喝水 因为女人就是水做的 对 那缺水的话跟喝水还不一样 因为你皮肤太干 像特别是台湾的人很多骑机车嘛 然后你机车就是有风吹呀 风吹太严重的话 皮肤就会产生很多的隐形小伤口 那这些小伤口就是制造皱纹斑点 还有粉刺之类的这些 这就属于是一个杀手 对皮肤一个超级大的杀手 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保养好 对 那骑机车的话尽量戴上口罩 然后不要晒太阳 因为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很大 紫外线太强 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 可是当你晒久了 皮肤就会产生一些隐形的小伤口 那就会容易产生无缩的那些皮肤的问题 对 所以平时保养真的很重要 所以喝水并不等于是皮肤的保湿 对 是两件事情 对对 保湿一定要做好 好 那如果不喝水的话 是不是一定会更干 但是喝水并不一定会保证你的皮肤 就会湿润这样子 对 皮肤的水嫩 不是喝水喝来的 是你要为皮肤喝水 对 好 好 那今天非常高兴为听众朋友介绍 这个彩云跟陈霞 他们这个创业 这个杰尼时尚美学 那如果听众朋友对他们有兴趣呢 也可以从我们的节目预告 去连到他们的杰尼时尚美学的这个粉丝页 然后有一些皮肤相关的一个问题 都可以跟他们联络互动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